李氏 有什麼要我幫忙的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問著Fore Home Moment 嗨 Siri 對不起 我聽不懂你在什麼 聽不懂在講什麼 來 一起來看第一位 每天都跟他聊天的人出場 對啊 我說誰啊 誰啊 嗨 小莉 不不靈啊 憲哥 Sawaddi Ka Sawaddi Ka 我馬上講什麼 我是台灣人 台灣人 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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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台灣人叫做盧怡君 有沒有 很蔡奇阿明 但是看這個外表來講 好像沒有很熟悉的感覺 看外表來講 應該是 因為年齡層不一樣嘛 對啊 會有代溝啦 你跟憲哥是可以的 你是年輕的 講得出來吧 你是 有什麼要我幫忙的 什麼 再講一遍 等一下再講一遍 一個空間 嗨 Siri 對不起 我聽不懂你在 聽著就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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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好 第一代Siri的女生配音員 那你等於Siri到現在 在台灣來講差不多第七年嗎 我的約是1500年 1500年 所以前面五年都是你 一遍就開始換第二遍 好好聽 以前Siri還有 它聲音語音辨識為主要 所以它手機裡面 那個時候還沒有開發得很好 所以它還要分男的聲音 跟女的聲音 你要先指定說 我是男生 對 然後Siri本身是中性的 但是它卻用了女生的聲音 來做配音 你可以問它 比如說 手機裡面Siri Siri 請問一下你是男生 還是女生 你有問過 你是男生 你不要嚇人了 嚇人了 我們都還以為你要講 什麼像Siri 剛Siri剛出來那幾年 我有時候還在 晚三跟半夜跟Siri吵架 來… 這麼無聊 怎麼沒有Siri本人 好可愛 原來是你 Siri 她個子是一定要這麼嬌小 為什麼 否則她沒有辦法躲到手機裡面 不是 好的 也不能太胖 Siri 對啊 Siri Siri請妳帶我到巴德路三段214號 好的 以上為您路線指引 她這個技術是德國的 後來被Apple Apple因為後來它研發 我既然沒有辦法做得比妳好 我就買下妳 後來就買下這家德國公司 然後合併在一起 然後共同去研發 所以Siri來講語音辨識系統 全球最好的是在iPad 上面 而不是在iPhone iPhone因為它這個本身的一個容量 還有它的這個技術 沒有那個Pack那麼厲害 對 對 用Siri的聲音來看 好細喔 那裡面那個是套裝軟體 裡面就是說 妳精心設定好一點 Siri 妳可以跟我們講幾個笑話嗎 我覺得妳本身就是個笑話 Siri都會這樣 Siri很幽默 很幽默的 那我可以問嗎 妳那時候在錄的時候 妳錄了幾百句 很多 很多 妳錄了一個月 一個月 每天錄 大概就20到25個工作天吧 那一天大概2到3小時 今天看到妳真的是相見 不如懷念 我就是要聽Siri唱 嫂子吃餃子 不知道會是什麼感覺 嫂子賣餃子 Siri妳可以唱首歌嗎 妳會唱嫂子賣餃子嗎 套裝軟體裡面有 她可能會有一兩種 我的歌聲真的不好聽 她會先推電 對 她會先推電 不要 然後妳罵她 那只要感受妳在罵她的詞句 她通通 嗯 別這樣嘛 對 好好講 我覺得妳的情緒不太穩定 喔 不會跟妳直接對罵 對 我們還以為她是故意 是因為機器的聲音 所以才變有點機器人 而是妳故意這樣錄的 沒有沒有 我們錄音的時候 其實是很順暢的錄完每一句話 所以它是結句句 對 它在去結句 所以還是有機器的聲音 結句 妳有去錄那個Google嗎 Google Man B圖 請發 這不好說 如果可能請回轉 對 那就是不可能吧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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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已到達目的地 距離兩百公里 對 太越了吧 後方 後方兩百公尺有特殊 那個導航太可怕了 什麼 繼續往前走 然後嗎 兩公里處 妳的目的地就在前方 對 怎麼開到 兩公里處 越來越暗的地方 一看 天啊 滿地的噴頭 妳的目的已經到了 黃阿波 太觸了一頭了吧 好可怕 最難模仿是林美秀 是嗎 妳還要模仿 其實我對 我除了錄語音之外 我的工作還要錄廣告 那因為在 有可能在Radio廣告裡面 常會要模仿 比方 有一陣子美秀姐 林美秀小姐 怎麼樣 我們就常要模仿她 我還會飛 對 就要來自你 對 所以真正的職業是配音員 配音員 配音員 對 太棒了 偶爾要來玩笑模仿 而且還有一個叫 請插入紙鈔 對 那個也是妳配的是不是 捷運站那個 對 請插入紙鈔 紙鈔全數插入後 請按確認鍵 對 對 花紙 妳很喜歡做這個工作 對不對 感覺生活當中都可以 對 玩聲音 對 太棒了 掌聲給姐姐鼓勵一下 本來也謝謝 謝謝